受伤 其中最小的一个受伤者是7岁 只有7岁 他是伤势最严重的 现在还在抢救中 还在抢救中 然后大人陈人当中有两位20岁的 有两位四五十岁的 两位二十多岁的 有两位四五十岁 然后一个48岁的男性听说是伤势比较重 有了改变生活的这种类型的伤势 就那种比如说你四肢残缺 或者是失去听力 失去视力这种 就是说所谓的就是改变你生活的这种这种这种伤势 这边叫life changing injury 对吧 就是国内行没有这样的一个翻译 没有这样的一个翻译 是吧 是永久性的对你造成永久性伤害的这种伤势 对 莫名其妙 目前还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那个人 所以还不知道 那就梧桐谈起 动机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人还在逃 还在追捕中 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个新闻说抓到了 我们现在也是先等 等看看能不能抓到那个人 能不能抓到那个人 我再看一眼新闻 看看有没有抓到 今天也没有抓到 6个人好像不是5个人 是6个人 6个人 然后警方确认确实是 警方确认是开车 是开车射击 在车上边开车边射击的 边开车边射击 非常非常的恶劣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事发地点就在前面 咱们去看一下 我在英国定居 我在这工作 你说算不算定居 不能够拥有枪支 这边不允许的 不允许 但是你说歹徒 他们还是会有办法能拿到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 你藏在什么箱子里运进来 对吧 歹徒还是有办法能拿到的 不然这能叫歹徒吗 对不对 然后主播一般性的认为 出现这样的事情 通常都是黑帮内斗 黑帮内斗的比较多 而他可能主要的针对的目标是其中一个人 但是连开树枪 其他周围的路人 周围的旁边的人 就会殃及驰鱼 你知道吧 殃及驰鱼 大家看一下 就在前面 当时是一个在教堂里 教堂正在举行葬礼 葬礼结束 这些人都出来 然后突然开过来辆车 然后开始行凶 我为什么说这边中国留学生可能出现的频率次数会比较多 因为这边有家中餐馆 还挺出名的 这家西安菜 这家中餐馆 很多中国学生喜欢来这吃的 尤其咱们北方的学生们 西安的学生们很喜欢来这吃 然后这边也是 你看 这不就中国留学生 对不对 很多中国留学生 因为这边 Houston 它又是个大的火车站 又是个大的火车站 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铁站的一个节点 所以说很多学生会在这个附近 会在这个附近出现 那这就是一个学生宿舍 这可能就是一个学生宿舍 这栋楼 教堂还在前面一点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警方好像没有把这个现场封锁起来 好奇怪 并没有把这个现场封锁起来 大家看 一个天一个地 刚才那条街就很漂亮 这条街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变成这副样子了 真的是 搞 为什么搞成这样呢 对吧 Houston 对 这是Houston 我在英国待了蛮多年的了 我已经是这儿的永居了 伦敦东区 我就住在伦敦东区啊 看你说你东区是东到哪儿 你是哪一块东 伦敦怎么那么多 黑大爷 黑大爷很多 对吧 因为伦敦的新金融城 金磁穴码头就在伦敦的东区 大家看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这个西安凉瓶啊 西安凉瓶 这是西安凉瓶啊 这家这家店 很多中国留学生喜欢来这吃的啊 喜欢来这吃 今天呢 肯定生意不好 肯定很多人被昨天的事件吓了 你看没人 你看没人 没生意 没生意了 没生意了 哎呀 真的是 真的是啊 何必呢 何必呢 对不对 何必呢 你看整条这个街都没有什么人了 大家都听到 昨天这个上了 昨天是头条新闻啊 昨天这个枪击案是这 是这儿的头条新闻 真的是这儿头条新闻啊 这里是平民窟 不能说平民窟啊 这只是街道差一点 这可离市中心很近啊 你看你 离UCL 很多中国留学生住在这里的啊 因为这边就可能你别看房子破 但房子便宜啊 对吧 这边可能房子破 但房子比较便宜 所以说很多留学生喜欢住这儿的 因为这边走路到学校非常非常近啊 非常非常近 对不对 你要想省点钱 你就住在这儿 对不对 你就住在这个区域啊 这个地方的区域可能 你说别的地方可能要400多一周啊 400英镑一周 这个地方可能只要200英镑一周 对吧 可能半价只要200英镑一周 很多房子可能一个房间 租一个房间 对吧 像这种楼里租个房间可能在200英镑一周 对不对 大家看啊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现在被搭这个白棚啊 被搭这个白棚 就是这个小教堂 大家看 就这小教堂啊 发生枪击案的地方 就这小教堂 就希望不会有人死亡 希望大家都能被抢救回来 都能被抢救回来 我们远远的看一下 就不要离太近了 远远的看一下 咱们就走了 不要让人觉得 反正我在这儿东张希望 可能警察会在这儿布什么眼线啊 一看我在这儿在这儿拨 他以为我干嘛的呢 以为我干嘛的呢 这边不可以啊 不可以 会不会闹鬼 怎么会闹鬼呢 我也要注意安全 没事啊 没事 我不怕 主播不怕 这边的会比较便宜啊 可能一个月 你要是一个房间 可能800英镑 900英镑 1000英镑 我见过有人都能租到这个地方 你别看房子破单 他房租便宜啊 你要是到了那个刚才我那地方 那个学生公寓那些地方 那那个一个月都得都得2000英镑 对不对 都是贵一倍的价钱 所以很多留学生会住在这一带的老铁门 很多留学生会住在这里的 所以呢 就发生在旁边 就发生在旁边啊 我是记者 我也没记者证 我得弄个牌 我得弄个牌 对不对 对 这边价钱确实比较实惠 但是唯一的就是确实是比较 看起来房子会破一些啊 看起来房子会破一些 确实有点像刚才就说平民窟 你不能说平民窟 就是平价 对吧 老百姓住的平价房 它不是那种非常高大上的地方 它不是那种豪华住宅 它是那种非常平价的住宅 而且路上这个黑人啊 也是比较多的啊 鹰巴人 黑人 有色人种也比较多 对不对 但是为了省钱 很多留学生还是会住在这里的啊 所以大家 你不要批说留学生这个那个 留学生都富二代 有时候不是的 并不是 很多留学生很辛苦的 他们非常辛苦 他们要住这种房子 为了给家里省钱 对吧 要住这种这样的房子啊 对不对 硬巴聚集区 对吧 硬巴聚集区 这是英国伦敦 这是英国伦敦 对吧 一看就比较乱 对不对 但是当时我在对面 你会觉得还挺好 对不对 刚才我说旁边就UCL的地方 那时候你觉得还挺好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展示啊 在伦敦就是这样 隔一条街就差很远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有时候隔一条街就差很远 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啊 这个哎 离那个很近 那个地方是个好地方 这个离的很近 所以肯定是好地方 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当到当地去考察 你要当地到那个街上去看一下 因为隔一条街很可能就是天壤之别 对吧 就可能是天壤之别 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就是英国和印度的区别 就这样的区别 马上印度人要骂我了 印度人要骂我了 就这意思啊 就这意思 对不对 前面很多的住宅楼 中国学生非常喜欢住在这边 因为离学校很近啊 离学校很近 这边还有小卖部 你看这边还有小卖部啊 这个也有中国学生住在这种楼里面的 也有住在这种楼里的 对吧 都有啊 都有 为了省钱 哪哪都有得住啊 哪都有哪都可以住 评价房 对啊 评价房 脏乱差 对吧 你会觉得脏乱差 你会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伦敦啊 这就是真实的伦敦 大家看 这就是真实的伦敦 主播是 主播是个真实的主播 咱的好也说 不好也说 对不对 咱好也说 不好也说 只要你有根有据 这就是真实的伦敦 你看 对面这个西安饺子凉皮 这还是中国学生非常喜欢吃的一家 这很多时候大老远的会跑到这家来吃 因为这家还是挺出名的啊 这家很出名 大家看 对不对 老城区 对吧 这是老城区 道路破 对啊 印度很不错 印度 这是印度啊 对不对 咱要直播就是真实的直播 真实的直播 今天他们家有没有人啊 我来看看他有没有客人 还是有客人的啊 还是有客人的 他家并没有说因为昨天这个事件 就没客人 还是蛮多客人的 还是蛮多客人的 可以看他家的这个图 对吧 这是西安 西安凉皮 这是这家西安凉皮 这里什么大学啊 前面是UCL 刚才离的最近的大学是UCL 是G5的一所大学啊 著名的G5大学之一 然后很多中国留学生是读这种大学的 然后隔一条街就是这么一块 比较平民住的地方啊 平民住的地方 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了节省房租 都会住在这一带的 然后昨天这里不幸发生了枪击案 发现枪击案 六人受伤 六人受伤 六个人受伤啊 生意要受点影响 对 生意可能要受点影响 今天好像不是人特别多 你看中国留学生很多的 你看 大家看我镜头里 对吧 大家看到了吗 住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是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 不比兰州人差 对吧 就是说隔条街真的就是 所以大家如果想如果来伦敦 比如说置业啦 购房啦 一定不能只看地图上的地点和远近 不能光看地图上的地点和远近 你一定要实地来看一下这个街区什么样子 看一下这个街景什么样子 对不对 你不来看你就不行 你不来看就真的是不行 你就很可能会买到一个这样的区域 然后你自己以为好像很近 对吧 肯定是很好 因为咱们国内的观点都是 只要离市中心越近 它不可能差 只要离市中心近的地方 它是不可能差的 对不对 但并不是这样 伦敦并不是这样 发生了什么事件 大家可以查新闻啊 昨天这里 六人受伤 枪击案 六人受伤 而且还是开着车枪击 开着车持枪 它这技术还真是 喂 你到了 喂 喂 你到了 我现在这边看到一个 马肯·斯坚瑟的Simply Food 是Youston 是吧 对 我就在这儿 然后我这边还在直播呢 我收个尾 收个尾 然后我们就那个了 好吧 我来找你 就在那边先等我一下 对 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吧 拜拜 大家看 现在我们到火车站了 这是火车站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区域非常的火爆 因为这边有个这么这个非常重要的火车站 非常大的火车站 这是个交通枢纽 伦敦这个交通枢纽 好 阳光非常刺哑 有详细报道 对 加下八群 加下八群 对对 今天我这个因为我后面有事 所以我直播就不能太长了 大家也基本上睡觉了 这个点基本上大家很多人都要睡觉了 咱们把八群加一下 咱们把八群加一下 老兄 今天新进来的朋友 加下主播的八群 加下主播的八群 对 加下主播的八群 这个是主播的微信群 大家就是截个图扫个码就可以了 截个图扫个码 加下主播的八群 截个图扫个码 加下主播的八群 老兄 大家有截屏吗 大家要截个屏啊 大家要截个屏 大家要截个屏 对 大家都准备睡觉了 主播也准备下播了